恐怖荒凉的坟山一夜之间竟然变得人满为患 不用害怕 是真的人 他们纷纷来这里寻宝 因为有一个放牛娃在这里捡到了一笔巨款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就是因为这样一场寻宝活动 竟然牵连出一个困扰了警察29年的悬案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989年 家住贵西县梅西镇的杨文金买了一辆大货车 就此做起了货运的生意 后来随着生意越来越火爆 他便开始带着自己的大儿子和小舅子一起坐 三个人齐心合力 让自己家的生意越来越火爆 收入也越来越多 改变了家里以前贫困的境况 让家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就在6月23日的一天 杨文金接到了一笔大订单 就是要用他的货车运送一大批生猪去广东 这一趟就会收入2万元 2万元在当年可是一笔巨款 很多人家一年的收入加起来都没有2万款 杨文金便痛快地接受了这笔订单 并且保证安全地送达这批货物 但是不巧的是 就在出发前几天 杨文金感冒了 没有办法亲自运送这批货物去广东 于是就让自己的大儿子和小舅子去送货 大儿子和小舅子轮流开车 委托人负责压车 三个人就这样风风火火地上路了 原本这趟任务三天之内就可以完成往返 但是到了第四天的时候 杨文金并没有等来自己的儿子和小舅子的归来 这不禁仍他感到了隐隐约约的害怕 过了不久 睡梦中的杨文金被一个突然闯入的陌生人叫醒 问他是不是叫杨文金 这是还有点发猛的杨文金回答式的 那个陌生人便说 你的货车出事了 赶紧跟我来 听到自己的货车出事了 杨文金二话没说床上衣服 就跟着陌生人走了 陌生人把他带到了南城县派出所 警察给杨文金看了一些照片 便询问他 这辆货车是不是你的 杨文金如实回答 警察紧接着说 你的货车发生了爆炸 不仅车辆损毁严重 就连车上的三个人也全部遇难 无人生还 听到这个消息的杨文金彻底蒙了 他不敢相信 出发前还活蹦乱跳的儿子和小舅子 现在已经去世了 警察继续解释说 货车的车厢发生了严重的爆炸 车厢的顶盖已经被炸得不知所松 并且车上的三个人的尸体 也被炸成了碎片 连一个完整的部位也找不到了 根据这样的情况 警察给出了两种推断 一个就是 货车的驾驶室内 存在依然一爆危险品 被引爆之后发生了爆炸 第二种情况就是 有人有预谋地 炸毁了货车的驾驶室 警方很快就排除了第一种情况 他们认为第二种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在当时 这一车生猪 至少可以卖到两三万的价钱 并且警方也在案发现场 找到了许多钞票的碎片 并且将散落的钞票进行核对 发现数目根本对不上号 并且警察还在案发现场 找到了死者的钱包 发现里边的证件全部都在 但是就是一张钞票都没有 很有可能这是一场炸车抢劫案 但是也并不排除 是因为车子着火后 把钞票烧毁了 但是因为当时的刑侦技术 太过于落后 案发现场附近没有摄像头 更没有目击证人 这让案情进入到了死胡同 但是就在警方调查了一个多月之后 案件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在某一天的下午 一个小男孩 在案发现场附近的麻雀山上放牛时 发现这个坟山上散落着大量的钞票 一开始小男孩以为 这是附近的村民烧给已故亲人的名币 但是经过他仔细地查看 他才发现这可不是名币啊 这是实打实的人名币 于是小男孩也顾不上放牛了 开始一张接一张地捡钱 到最后一数竟然足足有800块 800块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因为当时一名公务员的工资 也不过是几十块钱 小男孩带着这笔巨款急忙跑回家 家长们看着这800块钱惊讶道 难道是爷爷心疼自己孙子吃不上肉 显灵送钱来了 为什么会在那个坟山上捡到这么多钱呢 没过多久 麻雀山上刻意捡钱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村民们 纷纷跑到山上去寻宝 但是就在寻宝的队伍之中 混进了几个浑水摸鱼的人 那这几个人究竟是谁呢 这又和破解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呢 犯罪嫌疑人又是怎么落网的呢 荒凉坟山竟然变成寻宝地 村民纷纷前来捡钱 让人没想到的是 捡到巨款这件事 竟然牵连出了尘封28年的惊悚悬案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就在村民寻宝队中混入着这样几位人 他们此次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捡钱 而是为了找尸体 这几个人来到麻雀山之后 就直接来到了小男孩捡到巨款的地方 并且在周围发现了一块 刚刚被翻新过的土地 于是他们就开始在这片小小的土地上 哇呀哇呀哇 最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挖出了一具尸体 挖出尸体后 他们立马选择了报警 这几个人对警察解释到 这具尸体名叫黎天化 42岁 是麻雀山附近村的村民 距离家人 发现他失踪 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在最近几天 家里人听说 麻雀山上出现了大量的现金 于是他们想要到这里来碰碰运气 没想到的是 竟然真的在麻雀山 挖到了黎天化的尸体 听到这里 警察心中不禁产生了问号 黎天化的地死 跟在麻雀山捡钱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据家人解释 就在6月25日的夜里 黎天化急急忙忙地跑回家 说自己和邻村的无鹰兽和金国强 讲解了一辆大货车 并且把大货车给炸了 这次的抢劫非常的成功 抢到了两万块钱 但是他们三个人 却在事后分赃的时候 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并且他们两个还威胁自己说 会想办法弄死自己 如果自己发生了什么意外 不用想肯定就是他们两个干的 听到家属这么说以后 警察们大受震惊 他们调查这么久的货车爆炸案 竟然和黎天化所说的一模一样 那就是说 抢劫杨文金帝大货车的 就是他们三个人 那黎天化的死 究竟是不是另外两个人所为呢 为了弄清疑点 警察们开始对金国强展开了调查 金国强的情况 与黎天化的可以说是完全相反 黎天化今年42岁 仍然是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光棍 家里家徒四壁两袖清风 说他为了钱去抢劫大货车 这是可以说得通的 可是金国强的家里非常有钱 当时可以称得上是本村的首富家庭了 家里有全村的第一台拖拉机 在80年代 拖拉机的宝贵程度 是远远超过现代的汽车的 就这样一个有钱人家 会为了钱去触犯法律 去做违法的事情 为了搞清楚 警察们开始了实地走访 他们来到了金国强的家里 发现大门紧闭 警察们又来到无鹰寿的家里 发现也是无人的状态 这样的情况 使警察们不得不强制 对这两个人的家进行搜查 当警察们进入到了金国强家里之后 果然发现了重要的线索 警察在金国强的床底下 搜到了几封电报和并未通知书 上面的内容 大概是金国强在长沙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脑部受了重伤 经过抢救之后还是去世了 这样的电报 并没有让警察们同情心泛滥 反而是让警察们更加的不解 在抢劫后的一个月之内 竟然这么碰巧的出车祸死亡了 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于是警察们立刻前往了电报的发书地 长沙进行调查 警察们走访了长沙当地大大小小的医院 但是都没有查到金国强的治疗记录 至此 金国强的嫌疑彻底被坐视 金国强运用假死和假电报欺诈的方式 来瞒天过海 可以说他的心眼还是非常多的 他也非常的聪明 但是他没想到 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 还是警方识破了 警方向全国下达了对金国强和无鹰兽的通缉令 可是由于当时年代久远 刑侦手段落后 根本没有办法快速抓到两名犯罪嫌疑人 这不仅困惑着警方 也困惑着受害者的家属们 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案件在事发29年后发生了转机 那么金国强是怎样落网的呢 警方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抓不到金国强的呢 荒凉坟地变身寻宝场所 附近的村民纷纷来到此地捡钱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就是因为这个荒唐的行为 竟然牵涉出了一个旷市奇案 凶手逍遥法外29年 最终被抓捕落网 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随着中国刑侦技术的飞速发展 没想到在案发的29年后 案情竟然得到了转机 现如今网上追逃 已经成为了破获案件的主要方法之一 警方只要把犯罪嫌疑人的信息 放到信息库中进行比对 全国范围之内符合条件的人 都会出现在电脑上 这样大大减少了警方的工作量 提高了警方的工作效率和准确率 所以警方在信息库中 比对到了一个 和金国强掌的非常像的人 虽然他的姓名和具驻地 都与金国强不同 但是因为和金国强掌的 实在是太像了 就连发行都没有变过 这个人名字叫做于昭炎 自称是江西人 曾经因为无证驾驶 和使用假身份证 被浙江警方处理过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于昭炎竟然亲自把自己 涉嫌偷盗的儿子送进了派出所 一个潜逃的杀人犯 不应该是离警察远远的吗 为什么会堂而皇之地 走进警察局的大门 本来警察们还是有疑虑的 但是等警察们看到 于昭炎儿子的姓名是就知道 他一定就是金国强 他的儿子名字叫做釜南 这正好对应上了 金国强市釜州市南城县人 这个信息 掌握这个证据之后 在2018年8月24号 对金国强进行了抓捕 在江西被捕入狱的金国强 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说自己就是29年年前 那场爆炸案的主谋 也是杀害黎天化的主谋 金国强说自己与黎天化 是在赌桌上认识的 他们两个人都对金钱 有着几乎痴狂的向往 因为有了钱之后 他们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赌博 并且金国强还想拥有 更加高级的拖拉机 同样需要很多的钱 所以这两个人就密谋着 如何可以搞到更多的钱 此来想去 金国强想到了抢劫这个方法 他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给了黎天化 两个人一拍齐合 说干就干 因为金国强以前干过生猪生意 所以他知道 押送生猪回来的货车 肯定有大量的现金 所以只要抢劫他们就可以 但是考虑到一辆货车上 至少要三四个人 他们就两个人根本打不过 在钥匙车上有什么危险的工具 他们轻轻松松就会被司机反杀 思考了一会金国强说 咱们直接炸车抢劫 这样最方便快捷 金国强不知道 在哪里弄到了很多炸药 他把他们弄成炸弹 开始了他们的计划 以防人手不够 他们还叫上了无鹰兽 抢劫过程十分顺利 可是没想到的是 在事后分赃时 他们却产生了分歧 黎天化突然要求加价 如果不加价 他就去举报 大家一起进警局 反正自己是没有家事的光棍 不像是金国强有妻儿 如果你进去了 你的老婆 就会和其他男人约会 你想想到时候你有多屈辱 这样的一番话 把金国强说梦了 他不知道戴迪应该怎么办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想到既然解决不了问题 就直接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 所以他们直接把黎天化灭了口 事后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 金国强与无鹰兽分头逃跑 大男林投个自飞 金国强首先跑到了湖南 用其他人的名义 发了一封 他遇车祸身亡的假电报 随后又跑到了景德镇 改名于昭炎 在这么多年的逃亡过程中 金国强前后一共发生了两段恋情 甚至有一段恋情中两个人生下了两个孩子 但是因为自己是在逃亡 他始终坠坠不安 两段感情也是无疾而终 往后的日子里 金国强就带着自己的孩子生活 但是他始终和孩子们保持着安全距离 因为他自己是逃犯 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因为自己受到牵连 并且他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走自己的老路 所以在他发现自己的儿子盗窃之后 他冒着被发现的风险 亲手给孩子送进了派出所 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和自己一样误入歧途 在这么多年的逃亡中 金国强感到十分的后悔 他每年都会祭奠受害者 以此来寻求心理上的安慰 可是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事后的一千遍忏悔 都不如事发前的理智 感谢您的观看 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